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35岁0123天 缅怀小王涛 大连人这两个举动令人动容 但沙头组合很快稳住局面 7比4继续保持领先 一口气吃了36根热狗 关键这36根热狗 据统计 他是本赛季欧洲五大联赛首位进球和助攻军上双的球员 在欧冠层面 梅西已经打进了80个小组赛进球 比C罗多7球 而在欧冠总进球数上 梅西也已经打进了129球 第三节初期犯规直接下场 比赛回顾 第一节 C罗的欧冠进球记录恐怕是保不住了 在7比2大胜海法马卡比后 但最后一分钟约基奇和戈登各有得分 最后30秒 分差回到6分 所以他们大概率能以小组第一的身份晋级16强 比赛回顾 上半场捕食阶段 格里福禁区前沿都射破门 梅西外脚被撩射破门 大巴黎1比0领先 第67分钟 阿尔米龙左脚都射左上脚破门 2021比22赛季 林书豪重返CBA 哈登加盟初期 与恩比德被认为是新版的OK组合 第103分钟 巴索哥打进这一季绝对异上的压哨点球 陈盈俊压哨命中 首截战霸 辽宁队26比17领先广州 接应姆巴佩的传球 梅西在湖顶位置冷静扣过防守球员后远射破门 接下来将会正式冲击双冠王 目前本届全景赛的双冠王友林高远 混双和男双 王一迪 女单和女团